目前是在台灣的東北東方大概16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路徑的話在過去這一段時間比較穩定的向西南西的方向前進 那主要是因為剛開始受到颱風北邊太平洋高壓的導引 因此在移動方向上 在未來一天還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到了31號、1號甚至到2號 颱風附近的導引氣流會逐漸的減弱 我們預計這段時間颱風會逐漸接近到琉球附近 這個時候導引氣流減弱之後 颱風在這邊的移速會逐漸的減慢甚至有打轉的現象 那由於在這段時間颱風離台灣比較近 因此外外環流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另外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事情是在颱風的南南西方 這個地方的話有另外一個DCR正在發展當中 這兩個DCR目前相距只有800多公里左右 因此未來附近上可能會有一些牽制的現象 所以我們從颱風附近預報圖上面可以來看到 颱風目前在這個位置 剛開始30號、31號一直到1號都是比較穩定的朝西 甚至是西南西的方向前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從1號開始 2號甚至到3號這段時間 颱風的速度會明顯的減慢下來 甚至在台灣東方會有一個打轉的現象 那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颱風在這個時候 路徑上有往西、往南的方向偏移 那這個往南的偏移其實就是剛剛提到的 在颱風東南側這個DCR對它有一些牽制的力量 因此在颱風在往南偏移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兩個低壓之間互相牽制的力量 是目前預報變速上最大的地方 那我們不排除這個颱風它在停下來打轉的位置 有機會再稍微往西一點點 那可能就離台灣近一點點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它往東一點點 那可能對台灣的影響相對來說就比較小了 歐洲時代的大陸 歐洲時代的部份 歐洲時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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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時代的故事